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选出跟我们在地比较有关的包括了行政首长啊 或者是民意代表 村里长等等啊 那相亲朋友们在投票的时候呢 一定会想要选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位候选人 也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呢 能够真正为我们这个地方做更多的建设 让相亲更幸福啊 那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市长候选人我们的魏佳燕 那先请佳燕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那今天很开心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受到节目主持人宇慧姐的邀请 来到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政见 跟我一些从政的一些初衷的一些理想 是 其实佳燕刚很忙 他还在积极地努力扫接拜票 还在做一些努力当中 可是我请他说你还是要到我们节目中来因为可以透过镜头 那我们静下心来让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相亲朋友知道说佳燕参选市长主要的原因 以及他提出了哪些想法希望能够对花莲更好 其实相信大家对佳燕已经很熟悉了 佳燕当了两届代表市民代表两届就八年了 对 然后一届的现议员 四年 十二年了 青春岁月其实也就在这个地方 很年轻就加入这样子一个为民服务的行列 那有很多人说这么年轻当市长 年轻其实才是本钱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的哥哥魏嘉贤市长 他就是一直保持年轻的有干劲的心 然后来为这座城市服务 所以也希望我能够继续来接力 让城市继续保持年轻的心这样 是 我们也知道其实佳燕市长 在过去的时间也是用这个阳光活力城市 那也用他年轻的思维 也确实带动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创意 我也知道我们代表会的这个主席 苏主席还有我们的代表们都说 哇 他每次支持的时候都讲说 很佩服这个市长 年轻人有年轻的思维 那所以我们的市长 魏嘉贤的这个任务告一段落之后 接下来还要有延续 那佳燕你也是就是鼓起勇气 觉得你需要承担是不是 对 其实我也觉得 两届的代表跟一届的先议员 也是到了一个蛮成熟的一个阶段 不管是在很多的会刊 或者是预算的学习 我相信大概都有一定的一些掌握 那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奉献自己的一些所学跟所长 然后继续延续魏嘉贤市长的政策 让整个城市继续的拼下去 OK 其实八年的代表 四年的议员 12年的时间 你们说你好像做民意代表服务而已 现在要做市长是行政首长压力会更大 可是要跟相亲报告 其实在魏嘉贤市长的任内你当议员 甚至之前代表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很肯定 魏嘉贤做的一些建设 其实其中有部分 一大部分很多是你的建议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就先来提提 大家很喜欢的亲子公园的部分 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 我自己 其实有到当议员的时候 有到冲绳去考察 那我们知道其实日本三个地方 那冲绳是最多亲子 带着亲子家长 带着小孩子去冲绳的这个部分 除了他比较小以外 他整个算是冲绳整个岛 他比较小以外 蛮适合亲子的部分 是因为他很多公园 他整个冲绳是涵盖了非常多 亲子的一些景点 那其实我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有到议会有咨询县长 那也跟我的哥哥去分享 这个我去冲绳去考察 因为其实当时候本来是考察 是我想去看看我们那个中流公园 那时候李坚先生 他其实捐了一块地 就是中流公园 那我到那边之后 我就开始就研究公园 那我发现好多的亲子公园 也很多的 可能台湾跟香港的一些 新手爸妈他们带着孩子去 那去那边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不希望小孩子玩3C产品 希望说透过户外的一些活动 能够增加亲子的一些情谊以外 还要可能就让他们更有想法 就是你去公园 可能会有滑梯啊 荡秋千之类的 会有更有想法 那也可以借金跟其他的孩子 去做一个联系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园就是 因为他为什么会叫特色公园 就是他的造型 那可能还有一些新的邮剧 跟我们小时候就不一样 然后他会比较 先跟罐头邮剧会有一个 形成一个区隔 对 让孩子们可以觉得说 在玩的过程去学习 去长大 而且还可以促进他们可能一些 肌肉骨骼的发展 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的一些公园里面 现在一些新的邮剧 其实适合孩子攀爬 甚至训练他的平衡感 大小脑的训练 其实已经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好像你只要能够出去跳跳绳 跳隔子就可以了 现在孩子可能就是因为保护得太好 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 所以我们反而 透过这样的特色公园 而且有一些主题是训练式的 这样一些邮剧 可以让孩子走出家门 离开山西之外 就是一个训练跟锻炼 我觉得这概念很好 所以也是你学习国外的经验 把他带回来 那时候带回来其实就有到就跟哥哥分享 跟嘉险市长分享 那也跟在议会也跟县政府县长这边来做分享 那其实我觉得啦 我觉得我们是观光的大县 那是不是也可以复制同样的经验 然后让你不用出国嘛 你不用特地为了要出国 那你到花东你就好玩 而且很棒的公园 我也到外县市有去特地要拜托 拜托了我们的特色公园的一个联盟 他就是在全国各地 他就是建议很多的各地方的政府 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邮剧怎么去做 去可能有一些的安全的检验 他们可能是在国外定制这些邮剧 然后跟厂商 然后跟地方政府说哪一些邮剧是安全的 哪一些邮剧是 有的他部分是像 他有一种邮剧叫做共融的一些邮剧 就是可以让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孩子 也可以去玩这样 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一直在跟县政府 或是市工所这边在推 那也希望说我们除了打造特色的公园 也可以打造共融公园 所以这两个是区分开来的 有区分这样子 对 所以说我们的魏家前市长 已经有完成了几处特色公园 跟这样主题市公园 已经让大家很喜欢 那嘉燕你觉得这个概念也当初你起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当市长 你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没错 我希望说除了现在有细沙池 那还有进风 那还有长情路 然后还有猫头鹰 猫头鹰已经快完工了 那其实很漂亮 已经很多人去拍照了 那我相信未来我们如果可以在更多的地方 我们去设置这样的公园 然后更好玩的邮据 我希望就是孩子不需要 疫情之后 我们不希望孩子在家里一直玩3C产品 对因为你除了眼睛不好 那可能对于肌肉跟一些发展会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嘉燕在未来继续打造这个特色公园跟共荣公园的部分 也是你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会持续的争取经费 那也会听一听或是看一看外线市的一些经验 甚至再去国外再去学习也可以 OK好 这个就是希望能够营造亲子有欢乐时光 甚至于不是在地的亲子可以用 我们还可以透过花莲观光大县 因为我们有很棒的特色公园跟我们的这个共荣公园 其他外线市要来旅游 现在都亲子游 没错 亲子游很夯 所以他们也希望到花莲之后 那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公园 让他们的孩子可以玩上一整天 没错 因为其实孩子的成长就一次 那我们现在又少子化 所以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都特别疼爱 重视这一块 对现在基本上一个家庭大概就生一位 那些真的是比较保护 那我们希望在游区上 除了安全好玩 那更希望在孩子的一些成长的阶段 能够让他记得 原来这个公园是他一个悔意这样 所以我们很期待未来的魏家院市长 能够继续为我们努力打造更多的特色公园 主题公园或者是共荣公园 好那这个是亲子旅游活动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问题 最近真的是大家都很有感 新闻最近也才在播 我们梳花改因为雨量的关系 连梳花改都积水淹水停电了 那我们花莲市也确实 最近几年这种极端气候 相信所有的人都觉得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些事啊 可是这个雨 瞬间的雨量真的是就让花莲市淹了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嘉燕你有看到问题所在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嘉燕在当市民代表 甚至一直到议员啊 其实我都有建议 我们的排水系统可能要做一些更新或是开换 那就是说可能即时的雨量真的非常大 那导致可能我们的水沟的一些管沟 可能要对于它整个整个管沟 是不是能够容量那么大的雨量 我们要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些检查 跟一些思考 那我也是希望说 如果能够有机会当上华林市长 那我们逐步的逐步的来做一个改善 其实我们在中山跟富强的路口 以前常常这样 那也我在当代表的时候 也一直建议市公所 那目前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问题都排除 那包括市区的部分 其实我在当代表议员的时候 部分也一直在建议 包括这次的咨询 其实我也一直跟建设处说 我们一定要找出源头来做根治 对把问题找出来 不管是县政府不管是施工所 我们把源头找出来 然后让水能够流的顺畅这样 对有可能是早期的这些排水管沟的孔径 太小太小对不对 因为可能几十年前没有想过说 会有这样怪怪的天气状况 谁知道瞬间雨量会是破败的 对对 所以有可能当初设计认为说 25公分25米里 如果这样讲的话 一个数据可能以为就够 就现在发现不对不够了 雨量太大 太大了 那所以魏嘉弦市长的时候 我觉得他上任的第三天 就花莲市就大烟 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我也陪他在那边淋月 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现状况没有办法说 把管子换就换 所以这几年的时间 魏嘉弦市长他是一直在强调 至少让他先通 没错 所以这个水沟疏通的部分 他一直在努力 清洁队也很辛苦 工程队也很辛苦 就是一直在排除塞住的地方 没错 那嘉弦你认为说塞的地方 这个通是一定要让他通 对 可是管子本来就太小 没错没错 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很难吗 这要换是不是大工程 其实要争取很多的经费 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民众这边有看到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烟地啊 或是有一些垃圾 那是不是可以通报 清洁队这边先做清洁 像我有一次到市区 那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 有一个老板娘跟我讲说 嘉弦这个水沟 已经很久没有办法通了 那是不是坏掉了 其实也拜托清洁队 那我们打了很久 是打里面有塑胶带 卡住了 对而且是大的塑胶带 全年老购 对而且是大的塑胶带 然后一抽出来 就很多的垃圾都在里面 然后拉出来之后 就通了 对就通了 就没有下一次淹水 就没有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 是要双头并进 一个就是主射的部分 要把它打通 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找出说 哪些地方真的是管境太小 对 那个一定要换掉 没错没错 那争取经费的部分 未来就要很辛苦 会持续的来进行 那我们逐步逐步的看 哪一些地方要做改善 对然后我们写下来 然后看哪个部分可以要到钱 对对去争取经费 然后看看哪里要先做 那也希望说民众可以跟我们说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淹水的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对对 所以这是长期下来 包括埋在地底下的管线 哪里塞住 我们都不知道 那所以现阶段能做 就是赶快努力的清通 那也请大家配合 不要让垃圾落叶 对对 还是家里不要东西 主要主要其实还是落叶跟烟头 会比较多 那也是希望说 大家 呃大家尽量就是 我们少吸 不要吸烟啦 真的要接烟啦 还是要有功德性 对对对 要有功德性 就是我们不要把烟头谈到 对 因为你你你你其实 呃烟头到了水沟 它就流向大海 那大海的话可能会造成 一些鱼啊 嗯 海龟啊等一些 对对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大家一起烟水的问题不是谁一个人的责任 对没错没错 应该是所有的乡亲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没错没错 那家彦如果当市长的话 他除了继续维持要清沟舒畅之外 那管线该换的部分 他会想办法找出来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 然后重点就是到处去争取金费 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去争取金费的 我会努力 是好 所以这部分呢 未来解决烟水的问题 也会是我们的家彦当选市长的话 他必须要很努力 克服的一个问题 是 那这个不会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做好 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做 就会有机会变好 就会有机会变好 所以这个也是家彦的压力之一 是 不会不会 他心理已经有底了 他知道要扛哪些责任 是 他自己心理都已经想好了 好 所以这个水工要通呢 路要平 对 我知道在您从当代表开始 然后甚至当议员 我经常看到 你在街头路边会看 对不对 不晓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 经常看到魏佳燕就在路边 他其实不太作秀 他都默默的 他也没有来上我们节目几次 也没有叫我们去访问他过 可是经常可以在路边就看到他 就会开始跟大家 接受民众的澄清 然后就在看路 看路是怎样 其实大家会看到我的脸书 常常只来只去的 那其实 其实我们是希望民众有反应啊 那不管在很多的社群的媒体 就是会有时候会标注我啦 那我也会马上去做一个处理 那也希望说 能够让用路人能够安心啊 因为我 我其实也在这边也跟我们的 花莲乡亲报告 因为我自己的腰啊 其实我以前骑摩托车 有蹬到 受伤过 对所以受伤过 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 真的很痛 那个 有窟窿然后蹬下去 哇 很痛 又是骑摩托车那时候去学校 蹬一下哇 骑摩托车 所以到现在其实走路会 除了脚伤之前啊 脚伤之前就是100会100一百 看我占久了会100一百那其实这就是后遗症啊 对我也希望说就是能够把路弄平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受到伤害的 因为把路弄好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我也有稍微调查了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魏嘉贤市长任内啊 那包括家业啊有建议 哪些你刚讲到小巷小弄 很多人只坐大马路 觉得我大路铺好了 大家看到 小巷小弄没人看到就大路没看到 真的真的 其实很着重就是在社区巷路里头 可能我家门口打开我希望我家的路质潮是平的 尤其其实 其实要这边跟我们市民观众就是再说一下 就是 其实小街真的不好做 对 那个车都不进去 对还有人工 人工下去 我到现场去看过 我们那个压 压柏油的那个机器 没错没错 要开小台 那个大台的压不进去 没错 有的部分 他们倒车也倒不进去 还有人工 柏油要送进去 很辛苦 而且很容易可能去撞到人家的一些车雨棚 真的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 这是高难度的工程 对对对对 但是还是坚持要做 因为这是乡心的需求 对 我刚刚有询问了一下 统计 我们的魏嘉贤市长任内完成了 55万平方公尺 55万多大 大家 我已经没有概念了 已经不知道是 几百条的大街小巷都完成重铺过了 没错没错 可是花莲市 很多的繁宅巷龙 应该面积还更广 对 这个家宴未来还是会持续重度 未来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建议以后 来拿几条是有 其实真的太久没有铺设的 也跟我们说 我们其实我们会建议上去 那如果家宴有机会当选花莲市长 我一定来替大家把路铺好 然后让用路人可以行得平安 是 因为我自己是受过伤害的 所以你知道那个骑摩托车在路上 必须要很稳安全 真的真的 不然真的是太痛苦了 真的真的 好所以我们未来的时间 还会继续在针对巷弄里头 是 不管是大街小巷 或者是社区你家门口 如果有坑洞 也可以通报 施工手 他们来帮你把它铺平 我们尽量 尽量就是把路铺到平整 然后 其实我必须要讲 有的时候雨太大 然后会导致里面就掏空 甚至于其实02-06地震的时候 造成整个花莲市底下 很多的坑坑巴巴 是因为有时候掏空 可能是自来水管 对 对 因为其实太大了 你没有办法调查 那地震 而且看不到 对 看不到 那所以可能有地方会掏空 所以我们希望说 如果有掏空的部分 就赶紧跟施工所去做联系 是 好的 这个所以在路平的部分 刚刚讲水锅通了 那路平的部分 这是基础的 我们一定还是要持续做下去 好 那我们也知道 魏嘉全市长在左仓运动公园 现在叫左仓运动公园 已经不是左仓公墓了 已经完成A区的签帐了 对 那现在这个也是到 也是突破30几年的瓶颈 终于到现在一个 光亮的一个运动公园场域 可是后面还有计划 对不对 这个计划你也很清楚吧 对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 能够盖社区型的一个运动中心 或者是说在花莲市 有一座运动中心 那我自己也有去台北做考察 那到台北市 那看也其实那时候透过一些 议员的帮忙跟协助后 他带我去台北市的一些运动中心 运动会馆去 那也是公家的 那我们去看看 其实他有雨球场 然后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对 还有篮球场 然后还有体操馆 他就一栋 对 一整栋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不错 其实我们希望说打造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环境 后续就是希望可以盖一栋多功能的运动中心 对 其实我们在台北都会区 他们几乎每一个行政区 对他们区 一个区就有一栋 区就有一栋 而且听说很便宜收费 没错 50块100块 可以运动两三个小时 对 而且我觉得很棒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有这样的每一区 他们在每一区盖 其实你有运动的一个动力 对 对 对 我们希望花园市的市民有这样运动的动力 可以去那边做运动 那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 协会去申请捶球啊 或者是 对 有捶球去设置那个比赛 有去办理比赛 还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射箭的活动 有在那边办比赛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不会去害怕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其实 宽敞明亮 对 打通之后整个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城市要进步啦 对 不要陷在过去的这些思维里头了 对 好那所以这个未来左仓运动公园 我们需要让它更完整 然后最好是有一栋多功能的运动中心 让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来这边运动使用 是 所以后续还有很长一段路还要走 没错没错 对 好所以这是左仓运动公园的部分 我知道 嘉业也开始喜欢推广一些多元化的运动 尤其小朋友的 你好像喜欢滑板 你会滑吗 我不会滑 但是我看人家滑 那其实我们知道 东京奥运的时候就有滑板这个项目 对 对 因为比较符合年轻人 那其实刚刚就是回过头来讲到去冲绳的时候 我也发现有亲子公园是滑板的极限运动公园 这样 极限运动滑板 对 它是给亲子的 对 还有脚踏车 对 那其实我自己到各地啊 我都有看到极限运动场是小孩子的 不是只有在日本 那在台中也有 桃园也有 那其实我也是希望说不管是之后的特色公园 旁边增加一个小滑板场或是小极限公园的 极限公园的运动场 也可以这样做 OK 所以是希望能够再增加更多的这个多元运动的选项 对 然后可以让孩子们有这个运动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奥运的项目越推越多啦 那我们因为其实它推滑板是年轻化 慢慢的走向年轻化 那也希望慢慢的就是有一个街头的文化啦 那我觉得花莲是一个观光的城市 那我们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项目我们一直来推广 是OK好 所以从刚刚的这个特色公园 工容公园开始延伸到现在还可以在多元化的运动 小公园的模式 然后结合我们的索仓运动公园 那花莲还有一个也就是我们的魏嘉贤市长 他开创的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是 那接下来如果你当市长你会不会是继续支持 是一定啊 这一定会支持的 因为其实每年都非常多人 都6000到8000 那可能疫情之中间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项其实由魏嘉贤市长打造这项运动赛事 其实真的受到整个台湾的这个运动赛事的一个评比算是非常高分的 那我觉得全国都这样来 那你可以运动也可以带动观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 未来我会持续的来支持 那我也想说未来有机会不管是单车 不管是各项的运动或是球类 我们都来支持 对我们打造可能不一样的模式 我们去进行 那其实我觉得我看过很多的 像我们的路跑 我有看到在城市里面的大街区 北部都这样子吧 对那其实 他们都在高架桥跑 没错 如果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跑 这其实也是 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对但是思考的方向 但是有机会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大马拉松 其实整个都是在城市里面跑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壮观 就是你可以推展这个城市 那当然有山有海的城市 当然是花莲市莫属 对其实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 这项的比赛 OK好 其实这个市政建设 嘉燕的政见真的是洋洋傻傻 非常多 我觉得现在讲也讲不完 是 可能讲到天亮了 可是刚刚几个比较大的方向 就可以知道说 嘉燕他其实是有想法 而且他也在我们的 魏嘉贤市长前面打的基础底下 他其实都有一直跟随着 所以过去5年多 魏嘉贤市长6年 5年多6年 6年的时间其实嘉燕就是 一直看着魏嘉贤市长在做什么弄什么 然后他也跟着给了很多的建议 对 所以你其实花莲市政的部分 你其实都还是有参与到的 对 所以在这样的有参与到的过程当中 现在你要来接棒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早就有底了 对不对 你已经很熟悉 不会说是完全搞不清楚忽然间要叫你当市长 不会 不会有这种状况 对 而且你的责任压力就来自于哥哥 对 没错 我觉得 你如果登了当选市长 我觉得你最大的后面的督促者 监督者 拿着皮边那一个人就是魏嘉贤 对 没错 一定是 他一定会鞭策 对 他今天还没有办法出现 因为他还在跑行程 对 因为他今天上班日 市长还在忙 他不能来 对 可是我相信绝对魏嘉贤市场 他前面过去六年 努力打造的阳光城市 那也让乡亲朋友觉得 有感觉 觉得花莲有在进步 没错 有在起飞 有在年轻化 那今天他想把棒子交给弟弟 魏嘉燕 那我相信他是辅导会长 他一定就是责任最重的那个 他一定会在后面鞭策着你 没错 那所以你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你也可以请教他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今天魏嘉燕 他要来参选花莲市长 绝对不是一个忽然间蹦出来 想说好吧 那我来选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是有经过了 长时间的磨练 锻炼 然后跟一些政策的思考 跟延续的思维 这次11月26号 我们花莲市要选出一位新的市长 那所以今天的节目 也希望嘉燕的分享 能够让乡亲朋友们更认识嘉燕 也更知道说 他为什么要选市长 那他当市长之后 他愿意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责任 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 短短的时间 让大家能够看到嘉燕他的 真心诚意 是 没错 爱花莲继续拼 是这样说吗 谢谢 好 那最后是不是嘉燕 跟乡亲朋友做个啃托 也要跟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前的 我们的市民们 跟大家啃托 嘉燕12年来 勤勤恳恳的 其实只要一通电话 我都马上到 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 隔一天 我隔一天 其实晚上打 我早上就到了 那也希望说 在这一次 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 其他的候选人的证件 跟嘉燕的证件 其实真的不是凭空出现 那服务人那么多年 我相信不管在大街小巷 或是在脸书 或是报章杂志 或是各个媒体 其实提了非常多的 一些宝贵的意见 给我们的政府单位 那也希望说 由我自己参选花莲市长 我会推行我自己 所说的一些证件 让大家能够可以看得到 那在这边 真的要拜托大家 11月26号 4号的市长候选人 魏嘉燕 那未来 我们希望让花莲市更好 我们希望让花莲市更棒 我们希望让大家都来花莲走一走 那再一次的跟各位相亲肯脱 谢谢 好的 11月26号 重点就是 11月26号 大家要去投票 对 谢谢 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那如果你认同这位候选人 你认同这位市长 那请大家能够多帮他拉票 那大家一起来投票 希望能够选出好的市长 未来我们的花莲的进步 可以让大家看得到 谢谢 那今天很谢谢嘉燕 谢谢 谢谢 谢谢加油 祝你成功 谢谢